今年国庆晚会将会在台北大巨蛋举行 台北市场讲完特别邀请了歌后江汇现身 不过因为整体硬体设备提升 也导致筹办的经费暴增 招标金额1950万 文化部和侨委会一群网令赞助将近千万元 剩余995万差额由北市府自筹 北市府向欣筹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求助 却传出韩国瑜找公骨行库募款卡关 原因是他们已经赞助文总主办的国庆光雕展 公骨行库更是全民的资产 过去赞助国庆活动更是情之有年 为什么换成韩国瑜筹办 换在大巨蛋举办就要刻意杯葛 兰尾质疑看颜色办事 但文总喊约强调按照往年经验 国庆晚会和国庆光雕经费来源不同 无互相影响之余 看看去年国庆晚会办在台南空军基地 限制1500人 今年在大巨蛋加上将会开场开放2万人 总统有首次进大巨蛋硬体升级和维安考量 让经费比去年暴增超过一倍 它不但慢而且想要办得很大 也办在大巨蛋里头 经费当然又多 因此相关的单位就会有所考量 对此官传局表示总预算1950万元 巡礼庆酬会协助952万 北市府支应997万 赖政府首场国庆晚会经费问题 成为工坊话题 TVBS新闻里面会传播台北档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